注意看,这是发生在大街上让人非常暖心的一幕 眼前这只母猫刚刚生完孩子,就被主人遗弃 一家六口躺在路边听天由命 繁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但是却没有人选择 上前去帮助这我可怜的猫咪 五只小猫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而他们的妈妈也躺在一边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现在正是三福天,今天气温39摄氏度 而母猫和他的孩子们唯一的庇护所就是这个破纸箱 小奶猫都被太阳晒得快烫熟了 而母猫也严重脱水 如果再不及时救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圈三连,点个关注,咱们继续往下看 正在这时,突然一位小哥出现了 当他看到眼前这一幕,简直心都碎了 他连忙打电话叫女朋友 叫他想办法借一个笼子赶紧送过来 小哥为了防止猫咪一家受到伤害 顶着烈日守护在猫咪身边 目测小奶猫应该刚出生不久 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 他们甚至不知道,一出生就流落街头了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切未知的事情 母猫是一只三花猫 虽然很瘦,但是颜值超高 真是绝绝子 尤其是他的那双眼睛像翡翠一般晶莹剔透 非常漂亮 这么漂亮的猫咪 也不知道他的主人怎么忍心将他抛弃 母猫也许是恶极了 他用无助的眼神看着小哥 似乎是在祈求小哥能不能帮帮他和他的孩子 当小哥伸手摸他的时候 他并不害怕,对人很有善 由此可见,他并不是流浪猫 而是原来有人饲养的家猫 十多分钟后 小哥的女朋友终于把笼子送了过来 紧接着 小哥赶紧把小奶猫放进了笼子里 猫妈妈看到小哥帮助他 十分高兴 毫不犹豫地就进入了笼子 到家后 小哥又连忙将小奶猫小心翼翼地掏了出来 而母猫面对新环境 他用感激的眼神看了看小哥 然后走了出来 随后 小哥拿来了刚买的猫粮 又拿来了干净的水 小哥第一次养猫 面对这一切 都那么地生疏 但是他有信心 能够把他们母子照顾好 鸡肠鹿鹿的母猫看到美食 立马大口吃了起来 小哥看到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心里一阵难受 心想他都不知道饿了多久 而且自己还要不停地给孩子喂奶 想必是饿坏了 母猫吃饱喝足之后 又马不停蹄地回去给孩子喂奶 小哥特意给他们准备了一张毛毯 这样小奶猫睡得也舒服 紧接着 小哥又精心打造了一个新窝 给猫咪一家 用家里的一些旧衣服和毛毯 好几层叠起来软软的 这样母猫躺着喂奶也会舒坦很多 母猫似乎很喜欢这个性价 他不吵不闹 任凭小哥给他安排 也许 他知道小哥是个好人 他用感激的眼神看着小哥 心里装满了感恩之情 虽然可怜的母猫一家 被主人狠心地抛弃了 但是上天并没有让他们失去生的希望 幸运地遇上了善良的小哥 伸出援手帮助了他们一家子 从此以后 母猫和他的孩子们 就在新家和小哥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